眉毛比较散乱了 再加上眼角是下垂的 从面向的角度来看 性格上是比较内敛的 心胸不够广阔 缺乏大局意识 常常是在意一些迎头小利 工作和生活当中的重心 会有一定的偏才 做事容易难得 一心一意的投入其中 人中比较宽平 不成钩 办事无耐心 行事拘谨 双耳贴脑是比较有福气的面向 下巴比较圆润 晚年生活还是不错的 我们看手掌当中 手掌当中杂文比较多 而且三大主线分开为川次长 加上感情线呈现锁链状 事业运势还是不错的 事业线非常的清晰 但是婚姻方面会比较偏弱一点 个性很强势 比较精明能干 很有主见 但是心思放在事业上 就很难兼顾到家庭和伴侣 导致感情出现问题 最好是找一个包容性比较强的另外一半 这样的话 婚姻才能够走的长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